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特工喜剧《非常小特务3》。 咔们和朱尼姐弟俩出生于特工家庭,在前两部电影里面,他们分别阻碍第三大脑计划和抢回丢失的防御系统设备立下赫赫战功。 这一部里,弟弟朱尼却开始厌恶了特工生活,然而姐姐咔们的突然消失,让旧姐心切的朱尼不得不回到特工局。 原来,一款风靡的网络游戏正在迫害青少年,姐姐在被派遣任务的过程中迷失于游戏中,要救她就必须关闭游戏的控制器,然而这个游戏只能玩一次。 当生命之为零时就游戏结束,并且不能重来。 朱尼去到游戏里面认识了三个网瘾少年,小红、小蓝和小黑,为了尽快找到游戏控制器,朱尼决定加入他们。 三人说他必须通过游戏技术测试才行,朱尼接受了测试,去到第一关月球。 因或得福多得到一个生命之礼包,并且在那里遇到了可以活蹦乱跳的外公。 在外公的指导下,朱尼通过了第一关,他继续挑战第二关,和他对战的是一个紫衣罗莉。 虽然对方是女孩子,但为了救姐姐,朱尼使出了全部的技能,打败了罗莉。 取得了胜利的朱尼,被小蓝当作海报上的那家伙。 传说那家伙可以带领小伙伴们通关,小黑却不以为然。 为了证明朱尼就是海报上的家伙,朱尼和他们来了一场赛车。 半路上却被小黑陷害按下了红色按钮。 他的车瞬间就翻了跟斗。 危急时刻,神出鬼没的外公拉风出场,为朱尼开了外挂。 在外公的神助攻下,朱尼获得了最终冠军。 众人相信了朱尼就是可以带领大家通关的人,他们决定一起闯关。 但必须先去第四关救出他姐姐。 紫衣罗莉知道朱尼并不是那家伙,但并没有戳穿他。 朱尼将他得到的生命之礼包送给了罗莉,他们又去到第三关。 朱尼和小红被选出来对打,但朱尼并不是小红的对手。 关键时刻,紫衣罗莉代替了朱尼,从游戏中消失了。 朱尼十分伤心,但只能选择继续前行。 他们去到第四关,终于在那里找到了姐姐卡门。 想要过关就必须通过熔岩山,但他们却走错了路。 一群铁锅出现逼得他们跳下的悬崖,但悬崖底下又被熔岩怪攻击掉进了岩浆。 没想到熔岩竟然是冷的,他们幸运地进入了一个山洞。 在那里,他们遇见了真正的那家伙,可没想到那家伙刚出场就被一道店给秒掉了。 更没想到的是,他们重新遇见了紫衣罗莉。 朱尼很兴奋地再次遇见罗莉,却被姐姐揭穿罗莉的真实身份。 原来,罗莉是游戏制造商做的一个程序,之所以会出现在他们面前,只是为了吸引他们到游戏中心,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 游戏制造商启动游戏怪物对他们发起攻击。 这时,外公再次出现,并趁机关闭了游戏程序。 罗莉为救他们牺牲了自己,完成任务之后,外公却不愿意离开游戏。 他在这个游戏里,能走能跑,可是真实的他却必须依靠轮椅。 朱尼告诉他真实的那个外公,也是他的偶像。 外公这才和他一起出去,他们回到游戏外,却发现游戏中的怪物进入到了现实世界。 朱尼和卡门立马召集了全家,但是怪物过于巨大,他们又呼叫来第一部的明顿和第二部的科学家等人。 没想到,怪物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外公去找游戏开发商。 原来,这个游戏的开发者,是害外公残疾的始作俑者。 开发商以为外公是来阻止他的。 外公却说,因为开发商的出卖而让他失去了双腿, 但即使这样,他遗憾的也只是没办法再陪妻子一起在海滩散步。 错过了女儿的出生和婚礼而已,开发商没想到外公早就原谅了自己, 而他却为了逃避,一直畏惧地躲避在游戏中。 他被外公说动,拉下程序的最终开关,结束了这场荒唐的游戏。 电影结局依旧是一贯的大团圆。 看们一家的温情也得继续延续, 同时电影也告诉我们,要去谅解别人,也要学会解救自己。 不要被过往蒙蔽双眼。 好了,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咱们下期再见。